刘先生赚钱养家 自然是一家之主 可在他的口中 他虽然贡献大 地位却很低 特别是最近几年 妻子罗女士还拉拢了孩子们一起针对他 经常要保持给他们什么利益一样 要买东西 才会就好一点 反正要跟着他的情绪 不开始就会让你收起 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 妻子不待见 孩子们也要靠收买换来尊重 刘先生自认憋屈 可随着现场调解徐徐展开 夫妻俩的问题让我们心酸不止 愤怒不已 罗女士委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一张口更是惊讶了现场所有人 在罗女士心里 最没有资格谈尊重的就是丈夫和婆家人 真正受到针对的人是她 夫妻俩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他们口中想要的地位与尊重究竟谁能给 她对你没感情 这话说的就没良心了 不过也可以 凭什么 观察员们一边倒地支持的罗女士 为什么会让调解员胡建云有如此评价 除了刘先生啊 他对你用暴力 基本上我是站在他这一边 今天的调解为您讲述不被待见的再婚妻子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坟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罗女士和刘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解决的问题 希望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当当 把小家庭放在第一位 这个没有担当的表现是指哪方面的 就是说他不保护我们 没有保护我们 保护怎么说 怎么说保护呢 有些事情 两个人的想法不对 不疼异性 有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他比较强势 做什么事都是他做主 那你不是平等吗 就是我想要平等一点 如果他实在不行 那就算了吧 不过也可以啊 你能这么解决了吗 也可以啊 那就是第一层 我要第一层了 那上面的就是你那个 你就开始分了 那你这样子说 矛盾还未彻底展开 罗女士呛人的火叫味 已经让大家感觉到了 他对刘先生的强烈不满 罗女士告诉我们 十多年前遭遇过婚姻创伤的他 被刘先生踏实勤奋 细心照顾打动 不顾他家境贫寒 嫁给了初婚的刘先生 他就是天天会来陪我嘛 我就选了他了 罗女士鼓足勇气再次走进婚姻 就是觉得自己跟对了人 可不曾料到的是 结婚不到一年 刘先生不仅细心没了 连对他最基本的保护都丢了 任有小叔子撒爷也不管不问 我生了我儿子坐院子的时候 冬天嘛 就是叫他拿一点热水来 那个米服放在那个热水里面 没有那么快冷嘛 叫他他就不意 我就很生气地说他和他吵架嘛 然后我小叔子走过来 就在我脸上打了一巴掌 当时打到我 胸前突然之间那种很难受 就是很痛 那个前面就像那个松脊带 巴掌那种痛 小叔子过来打我 他就磨动于衷 他也是帮我出气 我也想打人的本来 所以我就 我也不管打 我肯定不管打 我也没办法 就是冷着让他说 他骂了什么 小叔子要觉得要帮你出气 要到这个程度 他什么都骂 差不多都往死里骂的这种都有 他骂是骂得很重的 我觉得我骂了他应该 我叫他叫了那么久 他们几个人在那里朝天 反正我就叫他没应用 就要发火了 我就骂他了 我就是没有听到 又不是偷懒 又不是不来 又不是不理 他怎么样 是我们两夫妻的事情 我小叔子不敢打我吗 他应该要维护我 我也没有反应过 他这么快 我的家人我也说了他 说房间你就不要去 不敢打人 你都不敢我 都还没敢打你 是当时他的面说的吗 我们说的时候 他不在这里 他都经常在房间里睡觉 他在做月子 我们在其他地方说了他 不管怎样 小叔子对月子里的嫂子出手 都难以被原谅 这也在罗女士心中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随后的日子里 对于丈夫的家人 她的态度就是 避而远之 丈夫外出务工 罗女士在家忙里忙外 直到有一次 她和孩子们都病倒了 她迫不得已 请求婆婆帮忙 让她想都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三个小孩还有我病了 我们四个都发乐 我儿子都还要抱着 头一个晚上 她妈妈带我去了 第二天她就不带我 不陪我去了 就是说我小叔子进房子 帮她人家做饭嘛 这个事除了她 别人没办法干吗 有了 她嫂子也在家里啊 就是她去 只是个帮忙的作用 你当时有跟婆婆交流吗 比如说 我确实需要你陪我 我一个人搞不来 我叫了她 她都不来 然后我打电话给她 我希望她能够从中 解决性那个事情 她还反而反而过来还骂我 她说万一有儿子有什么 她就找我试问 也不是骂她 也不是不对 如果听一个人说的 也不敢确定 是不是要听两方面说话 那你有去问一下吗 我也问了她 她不是故意不叫法 她的口气叫法 不是猴气的叫法 经常有一些 稍微一下子 坐在她不满意 就是骂人的 肯定说一些话了 脾气很急很躁的 很直的那种 比较急一点 比较急啊 她就可能没来吧 她也没有说 找家里人啊 帮个忙 帮个忙啊什么的 她就无动于衷 你平常 比如说你跟婆婆的关系 能不能那种 好好的交流 好好说话 说妈 我真的带不了 要不你还是先过来帮我 晚一点 等我这边搞完了 你再去帮他们 就是这种交流 你们能进行吗 还是只要说 你陪我去 然后那边说我不去 你们的交流就到此结束了 就是这样到此结束了 就只能做最简单的交流 平常关系很一般的 就已经很一般了 有没有可能真的 和你的性格 与她家人相处出了矛盾 而影响到了 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呢 不是的 她就是偏心的 接连两次 被婆家重伤的罗女士 内心委屈不已 她并不认同 是自己的脾气 造成眼下的局面 丈夫和婆婆一家人 这么不待见自己 是事出有因 那就是 自己二婚的身份 我是在的嘛 在乎的嘛 她就是看不起我们的 我同意就 他们就同意 没有其他关系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 无论刘先生如何解释 被针对的种子 已经在罗女士心里 生根发芽 在她看来 不仅婆家人 不尊重她 作为丈夫的刘先生 也没有把她和孩子 放在心上 在广东带的时候 我那个老爱嘛 得了手术狗病 邻居邻居嘛 个个都很着急的 打电话叫我去哪里哪里 她都无动于衷的 她不重视的 怎么不重视 她说一说 小孩子得了什么病 什么病 我不是过来的 那好多人都给你 做思想工作了 都是叫你 要带她小孩子去看 等一下拖延重了 等一下不要失去了孩子 去了那个医院 说要交两千块钱 有一部分钱是我出的 她出的稍微多一点 她就借那个煤光灯的 她就拿我杀气 她用那个衣架来打我 实际是对花钱多了生气 是啊 我一直 我也不赚很多钱 她也在做事也有钱 我一直要 就两个人一起 拿出钱来 是 我大小孩子 我都能做到很多钱 比你更多钱 是不是 你没有钱你可以说 然后你又可以去问别人借 她也不重视的 钱看得很重的 她会防止我的 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吧 她是多想了吧 真的我们赚钱 赚不了多少钱的 反正你要钱就说 他不说 他看起来 哪里 他要钱 你不说 他就发鼻子 就好像进其他事情来防灶 刘先生怪妻子想的太多 直言再怎么样 也不会因为心疼钱 对孩子撒手不管 可只有罗女士心里明白 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 在经济上面 她真的是很抠门的 只要我身上有钱 就要把我的钱用完了 问她用钱的 嘴巴鼻子都瘦破 罗女士说 结婚这些年 因为照顾孩子 没能独立赚钱 她时常要像儿子生病一样 承受向刘先生 讨要家庭开支的痛苦 这其中的滋味 何想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 罗女士心里 被忽视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而今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 则彻底摧毁了 她对刘先生的期待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就可以和观察员们 零距离互动 我们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过年的时候 那个瓜子 客人都还没有来完 他就把那些瓜子吃完了 我就说了他几句 他不服我 他不服我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后来就打了 他拿那个隔材的镰刀 这么长 打断了 他打完了之后 还拿那个锄头来 他妈妈和我一起 两个人狮子地抓住 就没打到我 脾气别半的人 更强势一定吧 上面做出来一点都 都说骂人的 但是说你这么笨 什么事都不抗着 不配合好 骂得很烦的 骂得很厉害的 所以忍不住 会想打人的 当下那一下 没有控制住 暂且可以 按照你所说的 是我忍不住了 后续他说又换 还要被人拦下来 打断了以后 还要换别的工具 就是那个情绪的点 有那么高吗 他也不想拿 特别会打人 我没有打人 我就是那天 他说打我 我说你打 然后我就拿个 拿一个筒 我就摔掉了那个筒 然后他就 用那个东西来打我 然后怎么收场呢 也就是这样子啊 就是这样子过了 过了就这样子过了 也没有 没有去处理的 没有处理那个事 经历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层层冲突之后 刘先生和罗女士变得互不相障 一点就着 为了对抗刘先生 暴力之后 罗女士首先联合孩子 对刘先生采取了孤立 他就是跟他们 选说我没用啊 说男人都是靠不住的 所以他们只能听惯了 是我的故事 紧接着 做出了一个 让刘先生忍无可忍的举动 这个举动 坚定了他离婚的决定 我妈妈现在今年开始吧 就不能做饭了 要能留照顾了 我们伤心的 就要能留一个月照顾 我老婆她就不接受这个 她没有给我商量的 过年之前都说了 那个我妈妈有一点钱 分给大家 她又不过来拿 她就不过来 钱我也不要 人我也不管 她就不关我的事 她就这样子 就是今年啊 明显的帮过来 做了一个 你不是说她不同意吗 怎么还是来了 我也是勉强帮过来的 接下来就是 她都在家里 就是不做饭了 她也不做事 就是这样子 不管了 是啊 她不管了 那我就放下来 不上班了 专门在家里做饭 我们也是受惊害怕的 就是怕她会骂人啊 打东西啊 我要需要帮忙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现在你老了 就要轮子吃了 那你走干嘛去了 其实以前 她要买什么东西 或者她病啊 要请医生 我也打过电话 给医生 叫医生来她家里 我也 她就买米啊之类的 我也帮过她 就是她 现在她说 要住进我家里来 我是受不了 就是我心里有气 就是如果日常生活中 有什么需要的 我能做的我就做 但是如果要让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个关系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是啊 我就是说 就是来这里调解 让她照顾一下 得解决这个问题 是啊 照顾一下我的感情 感受啊 能不能就是说 给他们兄弟商量一下 就是说按照那个 带小孩的那样子来轮 可不可以 他们的小孩带得多一点嘛 以前是说去带小孩 是很辛苦 现在也没办法 这样子 这个肯定要能留 反正都要年轻的时候 都要我们的儿子 做照顾的 都要完成这个乐物的 你也没办法 帮她礼顺这口气 是吧 现在也没办法 这样子 如果她实在不行 那就算了吧 那就不够也可以 我觉得她对我 没有感情 刘先生心灰意冷 她认为 罗女士不接受母亲 是对她和家庭 没有了感情 罗女士气愤难耐 她怪刘先生 独不懂她的内心 如何才能找到 破冰的方法 帮他们理清关系 解决赡养的当务之急呢 调解团队决定 从法律关系入手 逐一击破 罗女士 刘先生 按照法律规定 赡养老人 是子女的 这个法定的义务 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可不可以考虑 另外一种方式 转换一下 因为你的这个 小叔子 他们一家 可能跟你母亲 相处得更融洽一些 而且可能在本地 照顾的机会会多一点 那你们这一方 是不是能考虑 在经济上 多负担一点 这个也是属于 赡养老人的一种表现的形式 这个是法律允许的 第二个 不管是罗女士赚的钱也好 还是刘先生在外面打工赚的钱也好 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方既有知情权 也有使用的权利 具体怎么使用 你们双方要有一个 共商共量的机制 至于说你们谈到的这个离婚 你们双方的经济条件都有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要离婚对你们双方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你重新组建家庭 也会有一个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更何况你们还有三个小孩 不管是这个三个小孩给谁抚养 你另外一方按照法律规定 都是要支付抚养费的 你这样把家给拆散了 不见得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 可能会比现在还要差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从法律上来讲 你结婚是自由的 离婚也是自由的 但是你离婚你要考虑好 善后的问题 你的财产的分配 子女的抚养的问题 这些你们都是一定要面对的 都是不能够去逃避的 刘先生 自己挣不了几个钱 你还不愿意给爱 我就把你今天回答问题的态度方式拎出来 哪个女人和你过得下去呢 一家四口都发烧 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小的 你问过母亲为什么不来吗 即使有万般的原因来不了 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站出来 给老婆一份安慰 一份解释 说一句公道 温暖 她内心的话 今时今日 你怪她不善养 凭什么 今天 你老母亲躺在床上的那份痛 和她当初没人给她带孩子 一个人拉扯 三个孩子 四个人都在发烧的痛 是一模一样的 小梳子 打嫂子 你搞得自己就像个局外人一样 一个女性在月子期 她本来就非常的敏感 你没有关照这份情绪 动完手你又没有能力处理 你今时今日说 她回房间了 我说了我弟弟 不是要说你弟弟啊 是你感受了她的感受没有 她凭什么无缘无故 被你弟弟打一巴掌 她的委屈情绪找哪里宣泄 你怎么去安慰她 安抚她 你到今天都没有说一声对不起 在我看来 都是你不太在意你老婆 她为什么会跟孩子讲 她生命当中两个最重要的亲人 本来你是最重要的 可是在你这得不到 她只能向儿女去宣泄 再这么持续下去 她不是变汉服 就是变怨妇 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句话 就是她脾气不好 你知道她为什么还能向你发脾气吗 她为什么还要 要求你来金牌调解吗 是她对这个家 对你还有期待 有希望 到她那一天 对你没有任何指望 彻底失望的时候 没有脾气的时候 没有情绪的时候 那就是你们白白的时候了 男人是女人的精神领袖 要有一家之主的样子 不是靠挣多少钱 来体现自己的肩膀有多宽厚 而是用自己的态度 温度和情感 去融化一个女人 跟着你的委屈辛苦和压力 在面对很多家庭矛盾出现的时候 挺身而出 保护好她们 刘先生 你今天在现场说 她对你没感情 这话说的就没良心了 没感情 会搭上她最好的青春年华 和你一起 生下了三个孩子 她为了你 为了你们自己的这个小家 她完全没有了自己个人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十多年来忍辱负重 听着多让人揪心啊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 其次 她是二婚啊 她得克服 她一婚曾经遭遇的婚姻的这种伤痛 她得鼓起多大的勇气 来到你们家 作为小叔子 年龄或者说辈分 都应该在她之下的 凭什么她冲过去 扇耳光 包括你 情绪激动 也对她痛下打手 这不是势强凌弱吗 我觉得最起码的对女性的尊重 善待 你们家都没有 你完全 不会去体谅你妻子所受到的这种伤害 和内心的悲凉 今天来你的诉求非常明确 只要今天妻子胆敢不赡养老母亲 我就离婚伺候 听起来正确无比啊 百善孝为先嘛 可是我想说 真的是罗女士她不赡养老人吗 你对你自己妻子不了解吗 她不过是心里憋着一口气 如果你但凡能够去用心 理顺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化解她和婆媳之间的这样的一份矛盾的话 她会恨不得把心给掏出来 全身心的放到你和你家人身上 刘先生 今天来别动不动提离婚了 真正有本事 改变自己的一些错误的 自以为是的一些想法 重新去审视和妻子之间 这一段本该就应该去投入心 动入情的这样的一种修复 这才是对老婆 对孩子 包括对孝顺你妈 最好的一个证明和诠释 女人一定要去心疼 受益的可是你们全家 汇集三代 罗女士 男女之间 家族之间 包括我们的一些关系维护上 女性的优点 长处是在于 以柔克刚 你越是硬碰硬 实际上 是让别人对你 望而生畏 心生嫌弃 这就是为什么 她今天似乎可以冰冷地说出来 我可以离婚 我可以放弃 其次 我们说我们进入到了二婚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我们也没有敌人一等 但是我们得成熟了 在面对大家族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不必太过地计较一些短暂的德语诗 要放长远 包括在孩子面前 要学会树立父亲的形象 在孩子面前不断地去数落他 回损矮化 他们父亲 好像这样的话 孩子似乎就和你站在一边 你错了 你这样做 会让孩子 其实更加缺乏了一个家庭稳定当中 应该给予他们的安全感 当孩子对父亲失去了敬畏之心 去否定父亲 其实他们的成长 一定是有缺失的 当我们能够去换位思考的时候 不是只盯着自己的委屈的时候 这个家才能够真正的和谐 别人也会读懂 你的艰辛和不义 观察员们一边倒 支持女方 指责刘先生对家庭不负责任 调解员胡建云的态度 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除了刘先生啊 他对你用暴力 基本上我是站在他这一边 一个男人 作为家里面的唯一的经济来源 尤其能力又有限 拿不出多少钱 他似乎有点抠 但是他也没有真抠到说 都对家负责任 当时你降过来 你啊一下就是 把这个关系就搞僵了 小树子为什么冲过来打你啊 那个我也不赞他 但是我要是小树子 我以后会气死 因为他会感觉到 这个嫂子张口啊 让人很压抑啊 你现在总结出来的就是 他们嫌弃我 我认为他们是 拿你没办法 因为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当时你嫁进来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把你推出去 如果嫁进来顺顺利利 后面进来之后有嫌弃 那只能说明 是后面没有珍惜 老母亲怎么能说不养就不养呢 本来多子女家庭就赡养问题 就好麻烦 应该大家齐心协力 尤其是媳妇们要拿出胸怀来 如果都要去念 当初他对你怎么样 对你怎么样 那天下可以看到 很多不赡养的人 在大家庭里面 所谓偏不偏心 就是一个假问题 你说他帮我这个小叔子 带了十多年 帮我就带了两年 两年不是啊 不是啊 他可以轮着带了 我在轮着带 是不是 他是不是为你带了两年孩子 是带了 那你有没有寄恩呢 而且你自己都说到一个时间概念 你们家的孩子是最小的 是不是啊 你最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婆婆多大年纪 之前他帮小叔子带了十多年 那个时候婆婆什么年纪 五十多岁帮别人带十多年 和七十岁左右帮别人带几年 是什么感觉 老人家他们钱有限 精力有限 然后你们的性格脾气 一个这个一个那个 他肯定有所选择呀 你不要去 在自己有情绪的时候 总去幻想 别人就应该高风亮节 对不起都是普通人 你应该这样讲 天津第一 轮到了就应该来 该赡养 我会配合 但是我心里不开心 可能不会那么热情 我认为这说得过去 小家庭是要为重 但小家庭不可以挤兑老人 你的精神世界过于的自我保护了 其实你不坏 然后你对这个身边的世界 这个探处啊 这种范围很小 你会很看护自己的尊严 用一种非常顽固的方式 去跟别人想象当中的问题和缺点 去对抗 没有弹性 你很渴望有一个 你想象当中的生活环境 但很可惜你们家的这个环境 因为孩子也多 就照顾不到你这种感受 这个是刘先生要补课的 就是你要懂自己的棋子 但是反过来呢 如果你是自己也要学会 调和自己 就是接纳别人的生活方式 了解别人生活里的难处 你越了解更多人 他们怎么生活 你就会发现 人跟人之间 大部分的矛盾跟冲突 都是无意的 各有各的为难 各有各的无奈 所以这就叫把格局打开 做人最怕的就是 做的里外不是人 调解员胡建云提醒罗女士 要树立家庭大学观 设身处地的思考问题 体谅婆婆和丈夫的难处 刘先生则要学会 读懂妻子的需求 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调解团队说了这么多 夫妻双方又究竟学会了多少呢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密室里的刘先生 不再提起离婚 反而当着观察员的面 检讨自己 疏于表达 忽略了对妻子 照顾家庭的肯定 见此热心肠的廖喜玉 决定了 现场教刘先生 表达的技巧 要告诉老婆 以后不管这个婚姻 你发生什么 老婆有我在 因为生活的压力 我也没有办法 来去说这个甜言蜜语 但是我的心里是爱你的 是吧 我只负责在外面赚钱 家里很多多事情 时代你比我更累更苦 你要学会好好挺他 他有脾气有个性 包容一下他好不好 反正根据自己 如果在有事做 如果多做大学 就肯定多给 经过观察员的努力 经济主权 刘先生主动提出了打算 情感需求 他也决定尝试表达 只是眼下 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希望能得到 罗女士的支持和理解 就是小孩读书 刘先生解释说 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不能继续留在家里 全职照顾母亲 母亲接下来的生活起居 希望罗女士能代劳 那么密室另一边的罗女士 会改变当初的想法 支持丈夫出去工作吗 罗女士态度坚定 依旧不肯接受婆婆 密室环节陷入僵局 如何才能解开 她与婆婆之间的结 让她真正从内心 接受婆婆呢 观察员武运决定 先从情感的角度 做突破 我知道你 你也挺不容易的 可是 我觉得孝顺这个事情 跟你受没受到公正的待遇 它是两码事 我们不能光指出 是别人的问题 而忽略了自己 双方做调整 她来了 就是来了 也在我家里 当时我没有做 放给她吃 那八十多岁了 我们要给其他孩子做 为什么不可以 跟老人顺带做这 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区别对待 说句实话 你真的有这么狠心 有这么让别人看来 就是不孝顺啊 肯定了 那狮子来了 是不是 也要顾忌一下 我的感受 是啊 今天来 她如果做出了 这样的一些 顾忌到你感受了 开始去理解你 或者说去照顾你 心疼你了 你可不可以 把这份怨恨放下 听得出来 罗女士真正介意的 不是婆婆曾经 带给她的伤害 而是丈夫 能否给她一份 肯定和安全感 看着罗女士的态度 有所松动 吴运建议 密室双方交换位置 再做工作 那么回到场上之后 夫妻之间 又会做出 怎样的决定呢 调解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 罗女士 刘先生 大家现在有什么 想说的话 经过那些事情 心里面也有那个不平衡 也要慢慢地放下了 家里维持这个家 再苦再留 我都不会怕的 就是看她的那个表现 老婆对不起 做的不对的地方 你给你原谅我 以前所做的 我都知道我错了 没有理解你 现在我知道了 反正有我在地 不用怕 你放心了 真的 我一定会感觉到 你放心了 真的 好的 别人要是敢欺负她的 你一定要保护她 对着做男人 是不是 有一点 我觉得罗女士 你也放轻 轻松一点 就是 即使以前是发生 很多事情 但是老人家 假设你们 就是住在一起 他也不会说 把你当眼中盯 把你当仇人 人都是用心换心的 你如果 你尽到心 教育孩子们 你对老人家好 你自己 也对老人家好 最后搞不来 别人也不会说你什么 人就怕 互相推 互相攀比 所以大家都调整一下 然后最重要的 我觉得 孩子面前 你们不可以 成分两派 你们在孩子面前 应该要互相打圆场 互相为对方做解释 你们放松一点 你们可以过得好的 好吧 最后 我们大家一个礼物 送给两位 我们要的是幸福 不是真什么东西 是吧 谢谢 谢谢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调解的最后 一向回避问题的刘先生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当众向妻子道歉 可见调解团队的建议 他已经听进去了 夫妻相处 可以不会说 但是必须要会做 我们希望刘先生 能靠自己的行动 改掉不担当的毛病 留住妻子 留住婚姻 同时 也要再次提醒罗女士 稳定情绪 及时向丈夫 表达自己的需求 跨出有效沟通的第一步 夫妻之间 唯有相互了解 对方的想法 才能做到 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 两颗心 才能越走越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